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他拍着对决都回来了 他在荒山上养鸡养猪养羊 他迷上了一种神奇的树 这个树种特别生气 这个是16年种的 看着像枯死的小树桩 却能帮他撬动大财富 他说不管养殖还是销售 他都离不开这些树 2018年他的销售额达到5000多万元 看李茂全如何怪招养殖荒山桃金 欢迎收看知福经 画面当中这位正在放羊的人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叫李茂全 说起他朋友们都说 说这个人做事 总是不按照常理出牌 他原本做着矿产生意 拥有千万财富 2015年却因为别人的一句话 突然转行上了荒山 四年的时间里 他住过废弃的破窑洞 还被人欺骗 损失掉700万元 人也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您要问了 这个人这么做 到底是图个啥呀 这位正在放羊的人 就是李茂全 他说这些羊非常听他的话 让他们去哪儿 他们就去哪儿 因为他的手里 有一个放羊的神器 李茂全手里的神器 可不止这一个 满山遍野跑的鸡 听见这敲盆的声音 都排着队回来了 李茂全不光养着5000多只鸡 1000多只羊 还养了2000多头猪 销售他也有自己的绝招 他的猪肉平均价 能卖到50多元一斤 是当地普通猪肉的三倍左右 羊肉平均卖到60多元一斤 鸡蛋能卖到三元前一个 还都很抢手 从这片大山里 李茂全2018年 创造出5000多万元的销售额 朋友们都很佩服他 也很好奇 他的产品 咋都能卖得这么好呢 李茂全说 这都跟他种在山里的一种神奇的东西有关 就这个是吧 李茂全说的神奇的东西 其实是这种树 他一种就是2000多亩 可记者采访时 看到的却是这样的情景 在李茂全的种植基地中 这种树没有一棵是完整的 全都是这样 只有树桩子 这个树种特别生气 它一年种子可以收益15到20年 这个是16年种的 这些树桩子看着非常不起眼 李茂全却说 他卖鸡卖羊卖猪 可全都离不开这种神奇的树 这到底是咋回事 这种树跟他5000多万元的财富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 以前很少有人种这种树 在当地人看来 李茂全的举动太冒险了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树 又是怎么帮助李茂全撬动财富 让他流转的一片荒山 变成了金山呢 他的故事 还要从他卖石头 卖出千万财富说起 这里是山西省孝义市西河底村 李茂全就出生在这里 初中毕业后 他开始琢磨要创业 1990年 18岁的李茂全发现 有人在村子周围收石头 这让他非常好奇 不懂的人看着就是石头 你拿起来一看 你看石头和这个是不一样的 一开始我们也不懂 怎么看它 就是拿石头 舌头 他要吸这个石头 长住它就是铝矿 不长它就是石头 不想要娘一下 其实是 其实是 娘住了 粘住了 对 对 对 就跟吃了那个银棍儿 因为越行铝高 它娘石头的那个越大 看到商机 李茂全就开始做起了这种铝矿石生意 经营了二十多年 他积累了千万资产 这时他还想扩大规模去采矿 不料 却因为别人的一番话 他放弃了来钱既多又快的矿石生意 这里是山西省蒲县 2012年李茂全听说这里有铝土矿 他想去开采 于是他找到蒲县人民政府了解情况 可当地领导听说后 拉着他跟他讲起了另外一件事 说我们这个铝帆土矿 虽然有 但是零形状的 不利于集中开采 我们这里有丰富的土地资源 搞个养猪啊 前景很广阔 蒲县的儒家平村 大部分都是荒山 当时全村三十多户村民 已经整体搬迁出去 留下大片荒山 当地政府希望李茂全在这里 搞种植和生态养殖 带动老百姓致富 谁都没有想到 一番长谈之后 李茂全再也不提开矿的事了 毅然决定留在这里 转行搞农业 这让朋友们感到十分震惊 说李二流啊 就是个 加了个芝麻丢了个大西瓜 他们就是经往不要 你偏偏偏去找个铁碗报 别人看不懂 李茂全却有自己的想法 开矿消耗资源 也很容易影响环境 而生态农业大有前景 如果把荒山变绿 搞好养殖 也能从中收获财富 我一考虑 还是个阳光产业 有阳续性 它是绿色发展 所以说我觉得这条路 应该走下去 2015年年底 李茂全停了矿产生意 开始转行 他在蒲县的儒家平村 流转了2000多亩荒山 进行治理 同时还买了黑鸡 山羊 黑猪 开始释养 你看我这个猪 这羊两个坑都没有 这肉都是磁的 这还不算 更让人不明白的是 他声称找到了一种神奇的树 还说自己搞养殖 离不开这种树 他带来的财富 不可忽量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李茂全前后三次 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咨询那种树 最后 以十元一株的价格 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卖了十万多株 这种树的组培苗 并高薪聘请了一位 自称很懂技术的人 开始育苗 可有一天 他无意中看到了 让他惊讶的一幕 这不是绿绿的吗 你还能看见下面没有苗吗 你根本看不到 对 你只有拔了 一秒一秒拔了 才可以看到的 那当年呢 当年就剩营养剂了 苗不见了 看到这样的情况 李茂全心里慌了 好好的苗 怎么就死了那么多呢 他质问技术员 可技术员不承认自己的失误 还说出了这样的话 他明年就是CEO 当时我不懂什么是CEO 在这个百度上也查 CEO就是很有意思 我就把镜子放到他边 我说来你拿这个镜子 看看你哪儿长得像CEO 技术员说得挺硬气 但第二天 人就不辞而别 李茂全给对方发消息 打电话 都再也没联系上对方 因为被不懂行的技术员欺骗 小苗只成活了不到十分之一 一下子就损失掉了七百多万元 李茂全重振旗鼓 聘请新的技术员 他们扎根在基地 一起研究小苗的培育方法 为此他还搬到种植基地里 在一个废弃的窑洞 注了下来 就是那会儿敷个塑料布啥的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土炕 这个土炕 就一放被子啥的铺点 纸壳子啥的就可以了 会比较苦吗 要想刚好一件事你必须吃苦 不吃苦这件事是刚跑的 2016年 李茂全培育成了四百多万株小苗 并移栽到了他治理好的山上 7月底 树苗终于长到了80厘米高 这种树种在蒲县 冬季不生长 夏季40天左右 就能长到80多厘米高 一年可以收割三茬 记者采访是在5月份 在蒲县 这种树还没开始发枝条 只有在去年收割后 留下的树桩子 而这时的云南 这种树已经进入收割期 这一天 李茂全来到1800多公里外的 云南省昆明市 巡殿回族遗族自治县 这是李茂全在云南的 合作种植基地 在这里 树已经可以收割 这个就是构树 像这个标准就可以收了 它就是从发芽的时候 从这个根部发芽的时候 就长这么高 就预计就是到30到35天 你要雨水多一点 可能更快一些 因为它是树生的 这种树名叫构树 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可以栽种 它适应性强 生长快 不仅可以改善环境 树枝和树叶 还可以喂猪喂养 构树 是一种新型的蛋白质饲料资源 很多研究表明 它里面含有黄铜类 含有一些贴类的一些化学物质 就是具有抗菌 抗争菌 甚至抗病毒的功效 所以说用在养殖之中 它就具有 比如说替代 或者替代一部分抗生素 或者是提高续勤的免疫力 其实当初李茂全之所以敢流转荒山 就是因为当地政府推荐他种这种树 通过咨询专家他还得知 用构树加工程的饲料喂养畜勤 不但能节省养殖成本 还能增强畜勤的免疫力 但当时很少有人去做 李茂全想大胆尝试 有一种创奇迹的这种行李 别人做的事你也去做 那就我想那就没有意义了 就是像做一些 别人没有做过的 当时我自己做成功了 别人已经追不上我了 构树做饲料 需要用这样的嫩汁和鲜叶才可以 如果树高超过80厘米 容易木质化 就不能再做饲料了 在割嫩汁的时候 不能齐根割断 来 来 老翔 要收到这儿 要收到15公分 15公分他在涂牙的时候 就会多涂出几个纸来 那样下一次收的话 差量就会很高了 当年李茂全在蒲县的 2000多亩构树 到了收割的时候 他却很难收到手 这让他干着急没办法 李茂全的种植面积大 用镰刀或者这样的机器 每天200多个员工同时收割 也要花一个多月才能收完 即使这样 第一茬购树还没收完 第二茬就已经涨高了 原本一年能收三茬的购树 他只收到了两茬 跑遍全国 李茂全也没找到 专门的购树收割机 没办法 他只能自己研制 这台机器 对于李茂全来说 可了不得 因为这是他花一年多时间 自己设计出来的 他把设计方案告诉给生产厂家 还请对方来到他的基地查看 最终花了40多万元 才生产出了专门收割购树的机器 这个是我想出来的 我这边全是提填地 他家人也是坦克比那个汽车要 我们就想强一些 下雨全是泥土路 咕噜的它就大发 上不去 这个绿带石子就不存在那个问题 李茂全有三台购树收割机 十天左右就能把2000多亩构树收完 2017年时 李茂全开始用构树制作饲料 可结果却让他的心凉了半截 饲料竟然是臭的 来来来 我给你 对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吧 对 这不是想再发辈子 上天它就斩毛 只要你不成功它三天最迟四天 它就发臭就斩毛 但是技术不成熟 你里边知道配啥配啥 但是你比例不对 这个饲料还是做不成功 构树鲜叶可以四味促勤 但是鲜叶四味时间短 不能长期保存 如果把构树嫩枝和鲜叶 经过精细化粉碎 再把豆粑玉米乳酸菌等 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到一起 经过发酵后 就能解决这些问题 可是怎么配比 以前很少有人做过 李茂全也无从参考 只能自己尝试 经过几十次的试验 李茂全都失败了 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听说在四川省宜宾市 有个叫严洁的人 是个土专家 对构树饲料研究了很多年 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 他就是颜洁 李茂全找到颜洁后 请对方到他的公司参观 并承诺给对方 百分之十的股份 请颜洁和他合作 很多人都是要低成本来 做高销售 而李总说的 再三要求质量 绝对要生态 再三要求 所以我觉得他跟我的理念 是一致的 颜洁有技术 李茂全有原料和生产场地 两人一拍即合 联手生产出了构树饲料 这就是我养发好的构树饲料 主要就是构树 但是配的少量的玉米豆泼 看我的这个饲料 直接就吃了呀 绝对可以吃的 什么味儿啊 清香味儿 它就是很多年是不会坏的 放个三年五年 十年八年 它是不会坏的 这种构树发酵饲料 可以保存三年以上 李茂全通过喂自己的黑猪和山羊 发现可以节省 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传统饲料 而且猪和羊 还长得更加健壮 周边养驴养猪养鸡的人 看在眼里 纷纷开始购买 李茂全的构树饲料 每位构树之前 咱们一头驴一天吃十二斤 为了构树之后 我们一头驴一天吃成十斤了 一天一头驴 就是节约两块钱 咱们六百头驴的话 一年下来节约四十多万 李茂全把这种构树饲料和玉米 豆泼等粮食 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后 再喂猪养鸡 同时他还坚持用生态放养的方式来养殖 就让他白天去树林吃虫子了 吃点狮子了 补盖的 造成为他一种构树无亢鲜鸡 网上回来再为他一次构树尺料 他鸡蛋的品质就好了 采访时 李茂全给记者展示了他的猪肉 这个猪肉 你看一下 看下它的血滑和牛肉有的一比 脂肪和这个瘦肉 它长到一起 积肩脂肪还特别多 不是很少的一点 你看每块肉上 这个积肩脂肪都是很多 就是说明肉质特别好 越焦越香 2018年时 李茂泉已经在这片荒山上 忙碌了三年多 山变绿了又生机了 他也变了个模样 以前我可白可帅了 是吗 自从养了这个猪 养鸡以后 把我就变黑了 变得不帅了 那你还继续 这是我将定的事业 我没做一样的事 我是不达到我自己的目的 我是不会停止我的脚步的 我在这儿呢 花了这么多心血 2018年 李茂泉用构树饲料养的猪鸡羊 终于可以上市了 可他的目标 却让人出乎意料 那家的我的目标 就是能盈利一块钱 我的目标就达到了 李茂泉的话 让很多人不理解 目标竟然是一年 赚到一元钱就行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能讲到鸡蛋的 就讲 讲到都是大家的 能抓到鸡蛋就抓 抓到都是大家自己的 免费的 抓到的一种公司 就是你们的 这一天 李茂泉的基地 来了很多朋友 每当有朋友来 他都会带着朋友们 抓鸡捡鸡蛋 这么厉害啊 抓到 抓到 是不是抓到 谁抓到 谁抓到 那带子来 过来带子 朋友们捡到的鸡蛋 和抓到的鸡 李茂泉都免费 让大家带回去 捡完了鸡蛋 李茂泉给大家 介绍起了自己养的鸡 大家看看我这个鸡 好不好看 这个鸡叫五黑鱼绿 它为什么叫五黑鱼绿的 它从头到脚 都是黑的 包括内脏也是黑的 当然只有一个 啥是绿的 只有鸡倒是绿的 你们信不信 我这个鸡还会飞 飞一下 飞一下 飞起来了 这样的活动 李茂泉经常举办 2018年产品刚上市的时候 他也是像这样 把朋友们都请过来 把产品免费送给大家品尝 刘总回去多相传 杨总回去多相传 除了让朋友们帮忙宣传 李茂泉还把猪肉 送进了山西的各大超市 免费让消费者品尝 这一送 他就总共送出去 四十多万元的产品 李茂泉在超市推广 总会特意把一样东西 放到摊位旁 以此来吸引消费者 这一天 李茂泉的摊位围满了人 他顺势介绍起了这样东西 原来李茂泉觉得 他搞养殖离不开构树 销售更离不开 他把构树搬到超市 能让大家了解他的产品 也能吸引顾客的眼球 李茂泉种的 是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引进的杂交构树 2018年的时候 李茂泉琢磨 第一年走向市场 他能保本就行 主要任务是打出名气 打开市场 出乎他意料的是 一口气送出去 价值四十多万元的产品后 主动找他合作的客户非常多 朱阳基加上饲料 他的年销售额达到了五千多万元 李茂泉两千多亩的 构树种树基地和他的产业链 吸引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发 他们合作在蒲县成立了 一家构树院士工作站 李茂泉也希望 能借助院士专家团队的科研优势 推动构树饲料产业的 快速发展 他是个新生事物 怎么让他使用的 私用价值更高 怎么配比 他愿意去做 那我们就在技术上来帮助他们 现在在李茂泉的带动下 蒲县构树种植面积 达到了上万亩 李茂泉也正在建设新的养猪厂 计划两年内 将他的养猪规模 扩大到上万头 这个企业来以后 这些带动呢 五十六古街道的卡片和图片 带动了一切与农民的就业增守 所以这个期的发展和壮大 这个效果和越来越明显 贸权无惧陌生领域果断转行 通过四年的摸索实现 打造出了一条全新的产业链 让荒山变成了金山 党中央多次提出 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 而只有这样才能描绘出 农业更强 农村更美 农民更富的乡村振兴画卷 好了各位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市网 农市网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你还可以直接扫描屏幕 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致富金 官方微信 获取更多致富信息 广告之后 咱们一起来看致富金的下期节目 为你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他曾经穷得叮当响 住的是石头房 2014年 他看上了一种稀奇的羊 骨头是红色的 村民谈之色变 没人敢吃 别人害怕 他却偏要靠红骨羊扭转命运 三年过后 他把这种羊卖到了80元一斤 合作社2017年销售额 超过400万元 稀奇的羊 倔强的人 身居大山 如何招财